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 你的呢,是哪一首 大家好,我是丁小文 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 《祝福》这首歌 对,就是张学友唱的《祝福》 《祝福》这首歌呢 当时我填词真的有一个背后的故事 因为大部分我的歌 都是根据歌手量身定做的 但是《祝福》这首歌 不是,哈哈,不是 原来是在我制作 另外一个歌手的专辑当中 收到的一首歌 但是因为不适合那位歌手 所以我们就保留了下来 那这首歌的曲是郭子老师写的 我一直对这首歌有一个 就是很有画面感 我一直觉得对这首歌有一个感觉 所以后来我就跟郭子老师说 郭子啊,我可以帮你填这个词 因为这个歌原来就有一个词 原来有个原词 是吴玉康老师写的 所以吴玉康真的对不起啊 抢了你的歌 那郭子就说 好啊,你想写你就拿去写吧 好,我就拿回家写 就发觉我对这个歌 还是真的很有画面 我很快很快就把这个歌 完全是填词完整了 这个倒是叫做神来一笔 然后写完之后我就觉得 郭子的歌真不错 因为从郭子出道以后 我就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创作人 真的很想跟他合作 后来我就找了郭子说 郭子,我手上也有一些词 没有曲 你要不要帮我谱个曲啊 交换一下 他说好啊好啊 所以我给他几个词 他又帮我写了一首 最后一封信 这首曲子 然后呢 这两首歌就搁着了 过了没有多久 有一天 我听说张学友的专辑在收歌 我就打了电话 到保里金唱片 找了制作人 就制作人说 今天是daylight哦 我们是在收歌哦 我说哎 等我一下 我立刻送到 那个年代是没有快递 也没有网路的 没有办法 咻就过去了 所以我就非常匆忙的 从家里就奔出去啊 立刻把这个demo交到公司的手上 结果隔天很快 制作人打电话给我 我说哎小文 这个歌hold一下 所谓hold一下 就是保留一下 不要再给别人 没过多久 这个歌就出版了 两首歌都收录在 张学友的祝福专辑里面 那这首歌呢 原来它的意义 是在写一个离别的场景 但不是指爱人分手 不是恋人的故事 但是因为MV呢 就是用了男女主角 所以大家有点误会 好像是指恋人分手 但事实上原来的场景呢 就是说 毕业 同学们各分东西 或是说在公司里面 有同事要离开 大家可能开一个送别会 是那样的场景 当然MV可能大家有一点点误解 但是我觉得原来创作人的 这个初衷啊 我们的听众其实心里面 有收到 所以后来祝福这首歌 还是变成了很多学校的 毕业歌 我想大家都有听到 OK 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呢 我特别用了一个 作词的技法叫做巨钩 什么叫巨钩呢 念一下给大家听 伤离别 离别虽然在眼前 说再见 再见不会太遥远 若有缘 有缘就能期待明天 大家听出来没有 后面那句 勾着前面那一句 叫做巨钩的写法 其实是我真的很用心 在设计这个歌词 果不其然 在当年的金曲奖 这首歌得到了年度歌曲奖 这是我接近金曲奖 这个最接近的一次 好 然后这首歌呢 还有一个很尴尬的故事 就是有一次我参加婚礼 结果一进了现场 发觉现场在播放祝福 大家知道那有多可怕 大家都知道那首歌是我写的 但是那是婚礼 所以大家要知道 歌名跟歌词的意义 有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 好吗 不要随便勿用 然后也是因为这首歌呢 开启了我跟郭子的合作 那也开启了郭子老师 跟我们的歌神张学友的合作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聆听一下 祝福这首歌 不同的唱法 由我们新生代的歌手 吉巴奈为大家演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 你呢 是哪一首歌呢 使iralcek的寄演唱 为大家心中就有一首歌 收成叫 歌来 包团痛痛痛 GO 裏日培配你 取出不同 让我们紧紧的度过 我回首 我回头 当我唱起这首歌 怕只怕泪水轻轻的滑落 远行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 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继续冲 继续游 人生难免苦与痛 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的拥有 情难舍 热难留 今朝一别歌西洞 冷和热 点点滴滴在心头 远行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 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想离别 离别虽然在眼前 说再见 再见不会太遥远 若有缘 有缘就能期待明天 你和我从空在灿烂的季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想一遍 一遍虽然在眼前 说再见 再见不会太遥远 若有缘 有缘就能期待明天 你和我从放在灿烂的季节 想离别 离别虽然在眼前 说再见 再见不会太遥远 想离别 离别虽然在眼前 说再见 再见不会太遥远 若有缘 有缘就能期待明天 你和我从风在灿烂的季节 不要混 不要说 一切记在不严重 这一刻围着烛光 让我们静静地度过 我回首 我回头 当我唱起这首歌 远行中 留着笑容 陪你度过 每个春夏 秋梦冬 每个春夏 秋梦冬 周春夏 秋梦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